画面现场是在市府艺文走廊举行的国画班成果展 市长谢国良特别前来祝贺开展成功 也感谢大家透过画笔来传递艺术之美 国画班指导老师陈安怡教国画20年 特别结合她在基隆各地指导的国画班学生举行成果展 学员年龄从82岁到最小的8岁都参与这次的展出 内容有工笔花鸟 四季花卉及试女图 山水画等主题特色 和大众分享国画之美 我们这次参与的学员有有德的国画班 还有义和礼的国画班 跟读经学会还有预贯人们的国画班 我们四个班级联合的展出 有40位学员共展出80件作品 那今年正逢奎卯卯年刚好是红兔大展 我们有展一些兔子的作品跟四季花鸟 我们已经连续第五年在基隆市政府展出 那欢迎市民朋友能够踊跃来市政府洽工的时候 顺便欣赏一下艺术饗宴 他们展出来的会让人家心旷神移 我是建议每一个来这边洽工的 其实可以来走一趟 因为走一趟以后你的心情就会很舒服 那在洽工期间呢就会有那个安定的感觉 尤其看到美女看到这个每一个都是美女 然后看到风景这么美丽的风景 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都会进入到画里面 然后跟这个美女相似 然后有心灵的对话 我相信是非常棒的 那诗女的部分呢在楼下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背景里面呢 都有了梅兰竹菊这四君子 因为自古以来有句话说呢 有竹者雅 有兰则心 所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 让我们能够呢 陶冶我们的内在情感的一个情操 在我们的市长市的前面呢 在我的对面这边也有了四季图 又象征着一年四季的元亨利争 开始和结束 让我们这个大天世界呢 既丰富又多元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在天地当中 一个很和谐的宇宙里面 自然和谐共生 那藉由呢 这个公比佛化当中呢 我们可以从会佛化 然后观赏 然后再来呢 就是悟到这个佛的慈悲 然后再来可以进入到行佛 那这是我们这个一路来的一个境界 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能够也能够平静 我们个人的一个心境 现场展出的画作都是学员们 跟着陈安怡老师 一年来的学习成果 也有不少参赛得奖的国画作品 学员们都很感谢老师的用心指导 让他们在艺术的陶冶下 获得身心灵的快乐 老师带给我最大的成就感是 除了泼之外还有收 就是我们在画里面可以看到泼墨之鱼 可以看到里面的意境 就是后面的远山 然后前面的房子 再加上再远一点的水上有船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是有近远跟中景的分布 然后构图 其实是除了泼墨之外 是我学习到很大的地方 那老师的教学方式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学到不一样的面向 然后老师会透过他的观察 让我们每个学员都可以学习到 自己想要的跟我们需要的 画这个真的要很细 尤其就是手不能抖 手抖的话就容易那个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改 因为这个没有橡皮擦 或者什么可以擦 对 那我觉得老师他很会教 很有很细心 慢慢教你 那我是觉得国画 不是那么难 可是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学 其实我刚画的时候 是一个败笔 就是我不满意 这呈现出来的颜色 不满意 他这个木棉花 这一幅叫木棉花 它是比较属于那种 不是很柔软的那个花种 所以呢 我就对我自己画出来的话 不满意 结果陈老师呢 他就在这画上面 他说你喜欢哪一种颜色 你就勇敢地表现出来 那我就用这个颜色呢 去再度地诠释 然后呢 在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技术 技巧 那陈老师在着笔 就是在每一个线条上 每个颜色上 还有每一个 他根据我们的情绪 他把我们情绪呢 微调到极致 我已经71岁了 所以在这个年龄 我还能够在画桌上 有所表现 那我觉得我对我的家人 我家人也非常喜悦说 原来我们过去 我们在生活上 在事业上 都是非常的忙碌 没有时间 关照到我们的灵性 那借着这个画作 我提醒我自己 我会永远地画下去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灵 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和谐 非常喜悦 又非常的成长 的一个境界里面 由陈安怡老师带领学员 展出的国画班成果展 在市政府一楼和二楼的 艺文走廊 展出到2月24号 欢迎喜爱艺文的民众 踊跃到现场欣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